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纪委书记李希 5号下午参加他所在的福建代表团审议 在听取代表发言后 李希说 完全赞同李克强总理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 党的十九大以来的五年 是极不寻常 极不平凡的五年 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 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 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 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更加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武装头脑 指导实践 推动工作 始终在思想上 政治上 行动上 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李希强调 谱写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福建篇章 要更加自觉把党中央关于福建工作的决策部署 谋深 谋细 落地 落实 他希望福建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四个更大重要要求 找准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的定位 用好用足独特的区位发展优势和资源优势 保持敢拼会赢 艰苦奋斗的精神状态 推动福建发展 再创新的成就和业绩 李希要求 纪检监察机关要忠实履行党章和宪法赋以的职责 以强有力政治监督保障党的二十大决策部署有效落实 以一体推进三部府 为经济社会发展倾账护航 以惩治群众身边迎贪 促进发展成果真正汇集广大人民群众 以纠四峰 树新峰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以健全监督体系 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提供坚强保障 明镜需要您的主义